大家好,我是罗航 今天由我和大家一同探讨 如何掌握波浪式蝶泳技术 初学的你可能觉得波浪式蝶泳技术很难 从你掌握了碳浪技术开始 一切将会变得简单 我为大家梳理了以下几个动作 帮助大家高效地学习 踏浪动作 一,站立踏浪模仿练习 该项练习帮助我们掌握躯干动作的基本顺序 背身离墙40厘米站立 后背和臀部依次贴墙 臀部贴墙时注意挺胸斩肩 二,路上迪勇腿模仿练习 通过持边单腿站立练习迪勇腰腿 屈膝向下踢水 通过腹身踮腹板练习直腿 膝盖绷直体会同步发力 三,水中仰卧打腿练习 该项练习重点在于将一和二练习结合 在可视条件下建立水中踏浪的基本动作 将腹板放于颈部且下巴微收 确保视线可以看到自己的脚 打腿过程中因依次看到胸肚子腿和脚背的动作 体会将力从胸往下传导 四,水中浮卧打腿练习 在练习三个基础上 我们将进行踏浪动作和腿的配合练习 双手拿腹板 身体沉流线性紧绷 打迪拥腿 此时需重点关注节奏 曲腿打腿时抬头换气 收紧臀部 先低头然后再打直腿 打直腿时 注意肩膀下压提臀 体会重心前移带动身体前行 注意呼吸动作指示下巴的收缩 熟练掌握踏浪动作后 我们将开始分解和配合的练习 五,有支撑抵勇分解练习 手拿腹板 单臂三次后交替 手略宽于肩 先做高手再推水 推水的同时打虚腿 一臂过程中 尽量手贴近水面减小做工 六,无支撑抵勇分解练习 我们将练习逐渐往配合过渡 双手各滑两次后 做两次配合动作 七,配合练习 该项练习需要重点关注动作的节奏 诀窍是 抬脸动手腿 低头移重心 头到达最低点时 迅速将下巴抬起 衔接下一个踏浪动作 此时滑水打腿 可以有效地提高推进力 在低头提臀时 通过重心前移带动身体前进 进而达到省力的目的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提高 推荐进行以下专项练习 改善具体问题 总的来说 蝶泳是一项学习难度较大的文字 节奏性强 对力量的要求高 在每次的练习过程中 应多重复 少项目的去练习 可以带上浮飘 辅助完整项目 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觉得眼睛已经学会了 想要身体也学会波浪式体用技术 有出好身材 让我们这个夏天一起叠起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